对于浪浪们来说,虽然他们通常只求温饱 但是如果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,那一定是他们的最大愿望 大家好,我是狗哥,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影片开始之前,请帮助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 今天啊,我们就来看这个千里任养的感人故事 在美国德州的爱尔帕索动物救援组织 他们在日前就在废弃的工厂中救援了一只小黑狗 在救护人员的细心照顾以及努力推广之下 好不容易狗狗被一户来自北卡罗兰纳州的夫妻给看中 然而虽然狗狗好不容易被认养了 但是怎么将它从德州送到北卡罗兰纳州却是一个大问题 正当夫妻俩还在伤脑筋的时候 一名好心的机长却自高奋勇地决定帮忙 机长名叫马西,他认知于西南航空 为了让狗狗有一个难忘的飞行体验 他还特地带着狗狗去机场旁边的高级饭店住了一个晚上 最终在马西的帮助之下 狗狗终于在机场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新竹人 看他们热情拥抱的模样 就连路人都为之动容 现在的狗狗已经给名叫做哈里斯 他的新家过得很开心 也相信在他的心里 他一定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伟大机长 以及救援人员吧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下期见哦 我们下期见